就去翻修角的 想不认法看 是啊 我們也發微博 小紅書 B站 發的平台很多 好多人喜歡看 因為好多他在這個平台看的時候 他們也是看別的說 你怎麼不在這個上面也跟一跟 這本來試試我能不能 站個大口子 嗯不會 能破一點但是不會 就是說弄個大口子那種 因為手裡這個 寸勁也是練出來的 你要但是說 你要說不會的人 直接上來的話 誇張點說 就手裡現在拿的這個刀不是寬嗎 你誇張點說 你給你腳趾刺可以弄下來呢 這些都是手術刀片的 不是那種就是普通的 如果不快的話 以這個指甲 你修吧 一天也是 也整不下來 這個有個根 對 現在幹這個行業的人挺多呀 這個呀 怎麼說呢 都是不痛不出血 幹的多 但是 但是就是水瓶怎麼樣 可是才人 嗯 就是水瓶不一樣 你只有去體驗過的 這塊 這塊跟那塊有一拼呀 跟那邊 這個也大呀 他砍刀啊 跟這個對比一下 我看這倆哪個大 啊還是那個大 嗯 這長偏的 嗯 不過上長 是往邊上長 是不是 因為 就是成灰支架以後 就不管誰的支架 成灰支架以後 這 就尤其是這個邊上 它一般也就是從邊上開始長 沒有 然後呢 從邊上長以後 它會變厚 你會發現 變厚以後 它就會壓下去 正常支架是平著長的嘛 是吧 厚了以後 它就下去了 就是這個支架裡邊 糠了 跟那個蘿蔔壞的一樣 是吧 它沒有那個支撐了 沒有那個拉力了 有根吧 有根吧 我滑 嗯 要不然修完之後 不得心 有根 肯定 是吧 有根 沒有 有根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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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根 有根 沒有 有能力 有問題 給我 對 刚才那个根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它是里边还会有老皮 压的时间长了 这个老皮都老大了 对 你真说对了 就是这个老皮的话 它刚开始是软和的 时间长了 这个老皮硬了 也感觉老难受了 一点都没了 老干净了 现在这里都是肉 都是嫩肉 好 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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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就ok了 这小的都 小的没有疼的是吗 小的有的长得挺好 大脚趾头啊 这么说吧 就是平时自己剪的时候 或者说 或者说你去导堂的 一般他们给你手先抠的 抠坏了 抠破了的大的几率也高 还有就是他给你抠破了以后 就是本身就是上一个是个灰指甲是吧 他们刀也不是一次性的吗 喜悦 完事了就是再给你的再扣破一点 大的最容易破 因为大的后 那个指甲一般都厚你知道吗 小的这些不是都很薄吗 所以玩事大的破的几率的高 破的几率高 这个大的得灰指甲的几率也高 就说在那些消毒不彻底的地方 就像洗浴啊 他们不可能弄这种一次性的呀 他们那些都是套菜里边带的 所以一般那种就给你 修吧修吧完事了 你只要不 有甲钢盐 你敢让它扣 它就敢给你扣 反正是随便扣 扣破了 好没事 好没事